我问你一个问题 您觉得一个人想要成功 他是需要天赋多一些 还是需要汗水多一些呢 这首先来说 勤奋一定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对于一些特殊的职业 比如说艺术行业 我觉得天赋也是至关重要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这位嘉宾 他天生有一副好嗓子 通过自己的努力 一路从陕北老家 唱到了人民大会堂 他是谁 他对家的印象又是怎样的呢 让我们一起掌声有请 今天的嘉宾 邀请 直接住在北京 但是我的家永远在陕北 我的庚也在陕北 大家好 我是王二妮 欢迎二妮 好 欢迎二妮 欢迎 刚刚二妮一上台 因为我们特意今天 没有爆出嘉宾的名字 是 但刚刚这一嗓子出来 亮了 一下我觉得天都亮了 我觉得我们这棚 这顶子都开了 你怎么夸张 你刚唱这一段是《三十里铺》是吗 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吗 它这个故事就发生在陕北渝林的《随德》 这个歌曲是一段爱情故事 爱情故事 我看您刚才选择了那张照片作为开场 为什么会选择那张照片 因为首先我觉得这张照片非常有陕北特色 是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场音乐会当中的一招剧照 而且这张照片我觉得一方面 对二妮来讲是她一个人生的一个里程碑 对 另一方面这一上来热烈喜庆奔放 就把二妮这种艺术风格完美地展现在大家面前了 没错